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电影视力郎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灾难题材的电影 生存家族 人不吃饭可以坚持七天 不喝水可以坚持三天 那没有电可以坚持多久呢? 影片开头,老爷给陵木一家寄来了一条他亲手钓的鱼 而这一家人面对这条鱼却犯了难 女儿直呼,鱼太恶心 妈妈光辉又不敢杀鱼 爸爸一知面对妻子的求助也无动于衷 儿子和爸爸关系并不融洽 回家后连招呼也不打 就进房摆弄她的笔记本电脑去了 晚饭后,女儿忙着玩手机 不久,手机提示电量不足 她习惯性的给手机插上充电器 结果第二天一早醒来 全家人集体睡过了头 大家发现家里停电了 而且昨晚手机竟也没有充电 仿佛在一瞬间 家里所有电器都停止了运转 甚至连有线电话也停止了工作 真是糟糕的一天 而一只在去上班时 发现街上也停了电 大批的人聚集在电车站 无法敢去上班 铃木急忙去叫了一辆出租车 结果得知电瓶也没了电 车子无法启动 而且所有的车子都一样 当一只好不容易跑到公司时 却发现这里的一切设备 因为停电而处于瘫痪状态 与此同时 居民们开始大量囤积食品 超市的货物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由于家里离公司太远 一只下班后 来到车行买了一辆自行车 晚饭时 一只一边吃饭一边工作 惹得光辉很不开心 一家人的烛光晚餐也并不浪漫 饭后 光辉在阳台看到美丽的星空 便喊一只来欣赏 这时 儿子和女儿也从房间出来 一家人看到了黑夜中的美丽星空 而三天后 供电仍未恢复 由于居民供水都是靠电力抽水 大家又面临着断水 同时停电导致无法手机支付 大家只能来到银行取现金 超市被抢购一空后 储备的食物也在渐渐的消耗 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逃生 光辉和一只看到邻居离开后 也决心要去乡下的老爷家避难 这样就能获得食物 他们计划先骑自行车到机场 再乘飞机去乡下 而两个孩子却并不想去江夏生活 特别是叛逆期打儿子 感觉全世界都欠他的 就这样 一家人骑着自行车 开始了逃难之旅 一路上 他们发现矿泉水的价格越来越高 已从最开始的500日元 涨到了2500日元 大家担心越往后走 水的价格就会越高 于是 妈妈果断买下了商贩手中全部的矿泉水 当一行人赶到机场后 发现这里也聚集了许多要离开的人 而且飞机也无法起飞 无奈的一家人只能骑车前往老爷所在的岛屿 由于一家四口只有三辆自行车 他们准备多找一辆车子 却一无所获 而一家米店里 一个有钱人正用他的劳力士和马沙拉蒂换取大米 但老板娘根本看不上 还让他们快滚 看来 在生存的挑战面前 一切都回归了事物的本质 劳力士终归不能当饭吃 而一只夫妇却成功的用水和酒 换到了一袋大米和一辆自行车 不久 一家人骑着自行车上了高速 他们发现这里也全是逃难的居民 看来 情况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而有自行车的一家人 在这时却有了一种优越感 在休息时 他们听到路人说 大阪没有停电 于是爸爸决定前往大阪 这时 路人想找他们买瓶水喝 看着已经所剩无几的水 光会悄悄用衣服把水盖住 晚上有一个男人偷走了他们一瓶水 儿子醒来追了上去 但他发现 小偷只是为了让自己 仍在强保的孩子能喝上奶 16天后 一家人的物资即将见底 儿子发现火柴也所剩无几 一只淡定的告诉他 用完了再说 连原始人都会生火 我们怎么可能不会吗 结果 一场暴风雨来临 一家人的行李被吹得七零八落 自行车也坏了 为了能够继续前行 姐弟俩来到超市 女儿找到了一些猫粮 儿子找到了一些电瓶水 两人带着物资回到父母身边 此时 一只正在钻木取火 面对儿子丢来的信号筒 身为一家之主的一只 感到非常打脸 他宁可继续钻木取火 儿子则用自己的手机壳和胶水 把车胎补好了 22天后 林木家在路上遇到斋藤一家人 斋藤一家看起来非常快乐 他们有说有笑 一只怕斋藤家知道自己在吃猫粮 他飞快地将猫罐头上的包装 一个个撕掉 在一番交流后 斋藤家教会了他们很多储存水源 和获取食物的方法 这使得身为男人的一只 觉得自己更加无用 他为了自己的面子 让儿子和女儿都拿起空瓶子 假装喝水 试图在别人面前 装成一家人生活的很好的假象 在到达大阪后 一只家发现这里也是一团糟 女儿和儿子对一只的错误决策非常生气 这时 妈妈也说出了自己对丈夫的真实看法 一只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不久 他们发现 许多人正在一家水族馆前 排队领取食物 结果轮到他们时 食物却已分完 为了让孩子能吃到一点东西 一只甚至跪倒在厨师脚下 这一刻 他已放弃了所有的尊严 就在众人走投无路时 他们在田里发现了一头肥瘦的猪 一家人好不容易抓住了猪 却被赶来的大爷抓了个现行 不过大爷并没有责怪他们 而且只要他们可以帮忙干活 就可以给他们食物 这让一家人感动得热烈盈眶 看来在乡下 没有店也能生活得很好 在这里 一家人也学到了不少的生活技能 包括如何腌制猪肉 农场的工作虽累 但也让一家人找到了久违的快乐 一段时间的相处 大爷也与他们建立了很好的感情 便希望林木一家能留下来 但经过这么多天的挫折后 一家人非常思念老爷 他们仍然决定 强望老爷所在的小岛 在经过一条河时 一只主动搭起了筏子 但在渡河时突然下起了雨 河水快速上涨 一只也被大水冲走了 儿子沿河找回的只有他的假发 在第94天 三人已走得疲惫不堪 而且失去亲人的痛苦 让他们情绪低落 这时女儿发现了一条狗 他将自己手上的食物分给他吃 结果狗狗马上带来一群恶狗 抢夺食物 在撕扯的过程中 妈妈滚下山坡摔断了脚 这让一家人更加绝望 而这时 一列蒸汽火车开了过来 三人得以顺利搭上了车 妈妈光辉的脚也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另一边 被大水冲到下游的一只并没有死 他也看到了行驶中的火车 于是马上点燃了身上的信号筒 就这样 一家人又重新团聚在一起 通过这次劫难 一家人更懂得了亲情的可贵 一生也变得更加的坦然 他把作为男人的骄傲丢出了窗外 在行驶过隧道后 一家人看着彼此脸上的灰尘 放声大笑 终于在第108天时 他们来到了海滨 来到了老爷家 又在这里过了两年后 一家人已完全适应了小岛上的生活 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却让人觉得无比的充实和幸福 而此时终于来电了 小岛上又亮起了甜点灯光 城市里的一切也回归了正常 这是一个敏锐有趣的题材 每个现代人都会看得心有气气 在没有电的时光里 你是否会想起小时候走过的那段泥土路 那种柴火吹烟 一灯如豆的山村生活 在那没有手机 只有纯粹的玩乐 在没有电的时光里 你邋遢的不像少女 你在河里险些丧了命 你被恶狗撕扯摔断了腿 当灯又亮起 在身边的还是你 这就是家庭的意义 好啦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啦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